记得六年前我和孙明会去过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做探访 在当地亲眼看到缺水和崖岳的人的情况 这些画面我到今时今日都记得很清楚 想不到六年后的今天 埃塞俄比亚就要面对近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令饥饿的问题不断恶化 其实不单止埃塞俄比亚、冲突、疫情和气候变化 令全球很多地方糧食严重不足 据估计全世界现在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在捱我 虽然他们好像离我们很远 但我都鼓励你和我一起送上即时的帮助 一起拯救宝贵的生命,让他们不再捱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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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